6月28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 在国家体育场盛大举行 演出以大型情景史诗形式呈现 筹备历史两年,上万名演职人员共同参与排演 在演出前夕,中心设计者专访到参与此次演出的舞蹈家朱涵 为我们揭秘台前幕后的故事 从今年春节后 朱涵就与其他演员们开始了分场排练 打磨这段情景舞蹈 经过几个月大大小小几十次的反复修改 上百次的排练 节目终于要在舞台上精彩呈现 我们现在下一个节目准备了 加油 加油 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作品 会有一些装甲车、导弹车 然后还有一些塔构舞校 还有一些舞蹈学院的配合 那个大概有400多人的一个团体一起组成的 我们拿的那把枪是一把仿真的枪 我们的枪大概有20来斤的重量 会特别沉 所以在我们舞蹈起来会特别困难 所有人都不辞辛劳 然后一直都是为这个作品反复的打磨 然后重新推导排练 所有的演员我觉得都是拧成一股神 作为一名年轻的舞蹈艺术家 同时也是民盟的盟员 能够参与到这样一场百年盛世的演出 朱涵非常激动 他告诉记者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 一路走来与民主党派同舟共济 合作共赢 他也希望通过自己在舞台上的演绎 让人们能够铭记光辉历史 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我认为这个民盟与中共的关系 是一个历史悠久 然后合作共赢的一个关系 然后我作为民盟 我们学院的民盟一成员 我能加入进来 其实我是觉得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来去完善它 贡献它 组成它 组成百年建党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华章吧 我希望就是观众通过我们的舞蹈 能够缅怀我们的历史 能够记住我们的历史 从而去更好地发展我们的今天